四马南频道 我是中国公民 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四马南 您知道我最佩服谁吗 我最佩服一个老头 那老头比我老啊 但是人家声名显赫 能力比我大 我做个四马南频道 每天出来嘚伯一圈 那老头也是 每天出来嘚伯 每天发好多条 我算了一下 我每天有一天最多 我发了大概四五十条 后来我得知这位老头 每天能发二百条的时候 我当时就泄了气了 服了 大哥大哥 大哥我服了 那老头太牛了 这老头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特别善于听取大家的意见 比方说 这老头亲自领导 认真考察之后 只经过几个月的时间 他就意识到 疫情严重 绝不可以忽视了 于是他毫不犹豫的开始呼吁年轻人都戴口罩 而且他说他自己戴上口罩很好看 哈哈哈哈 这老头谁 您知道了吧 对 就是我和戈壁王奶奶共同佩服的那个美国老头 有一个数字崇拜 有人说 特别是广东一带 有人说 八就戏发了吗 所以手机号喜欢888 汽车喜欢88888 然后呢 四楼 说戏就戏洗 就戏洗 喜欢8楼 不喜欢戏楼了 所以盖房子 没有戏楼了 三楼直接过去就戏五楼了 爸爸 好 这说法有些人是将信将疑 我是不太信的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信 你看 你来看 日新增再超七万 美国新冠肺炎确诊 388 388万了 88 388万了 这个四看起来是不太激 死亡14万 但是后边挂零 你知道吧 那零里边还带八 知道吗 美国霍普斯尼斯大学最新的统计 到了7月21号的晚上六十 美国新增新冠肺炎病人 388 系9 988 388 系9 88 388 系9 88 谁说这8就极力 对吧 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 70,525 新增死亡 598人 美国总统特朗普先生 21号参加了白宫的新闻 简报会 疫情简报会 这三个月他没开这个会了 这也是第一次来 纽约时报关于这件事报道 当然是特朗普先生特别讨厌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报道说在会上 特朗普突然放弃了他对新冠病毒的乐观估计 因为此前他一直乐观 他一直用自己短一截的小手指说 哦 No problem Someday 新冠病毒就会消失 他的小儿子艾里克也到处讲 新冠病毒会消失 特别是11月3号会消失 搞得好多美国人说总统会不会有什么特效药 他怎么知道 他坚持说就会消失呢 开始还有人信 后来大家神情都变得严峻起来了 因为情况确实是比较严峻的 你知道吗 从几粒到几十粒 几百粒几千粒几万粒 一直到388粒 这还是在没有充分检测的情况之下 所以特朗普先生有一度非常自豪的说 我们检测出来的人多 说明我们检测多 我们的检测能力全世界都很佩服 在这方面美国一直是全世界疫情方面的引领者 好多人说对对对 感染人数死亡人数你都一直引领 紧追你的是你的粉丝巴西 特朗普这次改口了 他警告美国人说 现在这事情在好转之前有可能变得更糟 这话是两节 一节说会好转 前途是光明的 但是在好转之前还会更糟 所以年轻人要戴上口罩 以前他不这么说 现在根据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情况的确是很严重 而且一天增加五万三万四万五万六万七万 一天增加七万最多都是一天增加八万多 八万多是什么概念 你看又是一个八了 一天增加八万多了 那是什么意思了 那就是说美国一天增加的感染的人数就超过了中国 自从疫情以来所有的感染的人数 这一共就八万多了 对不对 人家一天八万多 我们一共八万多 美国方一日 世上已千年 中国在这方面的确是你得承认 你连老二老不是老三不是老老四不是老五也不是 中国呢是排在后边 但是这样的对比是中国人民高兴的充分说明了中国党和中国政府 在社会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方面 疫情防控面前充分显现了我们体制的优越性 以人民为本 人民利益优先 不惜一切代价解救人民 美国不是 美国他有一大堆啰嗦的说法 郭彦有一个著名的学者叫陈门玲 一个女士 他呢讲了讲这件事 他说14万条生命都不能让美国人承认一个常识 这美国人呢 倔强老头倔强 就戴口罩这么丁点大的事情 戴口罩可以预防感染 戴口罩可以呢防止空气当中的传染 可以防止接触性传染 可以防止在空气不流动的地方 密切接触传染 自己得病可以防止传染给别人 别人得病呢口罩挡着至少好一点 这道理多简单呀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 跟美国人说不通 好几个月了美国都上了388的老头级刚刚明白一点 积极戴上口罩叫年轻人 你们也要去戴口罩啊 美国疫情失控 确诊人数全世界第一 而且保持全世界第一 从第一例病例出现 到美国总统戴上口罩 经历多少天 一百多天 即使 总统戴上口罩之后 一些政客 包括一些老百姓 依然坚持认为戴口罩侵犯的人权 呼吸是上帝赋予我的权力 你们不让我呼吸 美国真正的问题是弗洛伊德的那种 我无法呼吸 但是他们把戴口罩这件事 政治化 犯政治化 这种情况导致美国的疫情 泛滥成灾 导致14亿条鲜活的生命 就这样去上了天堂 14万条生命都不能换来一个常识吗 这种现象叫什么呀 反智主义 反科学主义 反理性主义 这不就叫愚昧吗 好听叫民粹 其实就是愚昧 这种情况不光是美国独有的 有些国家 比方说巴西 比方说印度 比方说南非 比方说土耳其 比方说墨西哥 还有沙特 情况都比较严重 中国当然情况也是很严重的 北京只发生了几例 新发地 就在美国有些报纸 包括美国纽约时报采访过的 这个纽约时报 美国一些大媒体 更甭说 特朗普先生喜欢的福克斯了 自己几百万感染 死了十几万人的情况下 我们北京新发地就发了那么十几例 最多是几十例 好家伙 他们贪官相庆 兴高采烈啊 把疫情政治化 他们以为这样能够转移民众的注意力 甩锅给中国 但是很快 中国模式 北京控制住了 北京清零 北京天天为零 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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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哈哈 你喜欢888888 美国系388 我们北京 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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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在都要灭火 强行冲起 麻烦大了 还有 为总统大选造势 室内 好家伙 室内举行集会 带着口罩 喊口号 疯狂一样 跟崔健早年摇滚的现场一样 跟刘德华到我们县城演察会一样 下面都抽了 结果怎么样 结果竞选团队工作班子里边的人 一个一个感染 而且美国的州长也出现感染 比如在美国有的饭店 有的饭店公开打出标语 说本饭店不用隔离 本饭店不用保持距离 本饭店不用戴口罩 本饭店大家可以尽情的拥抱 好家伙 在家里憋了好多天 出来之后有这样的饭店 撒花 好家伙 结果怎么样 结果那就是新一波疫情 更何况美国发生的骚乱 所有的城市密布 这两天现在还在骚乱过程当中 所以疫情 特朗普先生那个判断是对的 在彻底解决之前 还会出现更加糟糕的情况 美国今天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失业率高啊 经济 重启不行啊 启动不了 疫情越来越严重 美国现在干三件事 一 因票子 二 甩锅 所有的事都中国的 三 退出国际组织 一个一个退 刚才我叫小张数了数 中美国已经退出了12个国际组织 现在正在琢磨着 WTO也要退出 其实他退不退 WTO三大机制之一 仲裁的机制 美国已经把它弄停摆了 什么中导条约 伊核条约 全球安全形势那么严峻 美国就一个一个退 美国就跟一个不成熟的 任性的单位 这么一个耍混蛋的 这么一个年轻人一样 他只要自己高兴 他任性胡来 根本就不负责任 但是相比较之下 中国怎么样 相比较之下 中国上半年的数字不错呀 你打压 你围堵 你造谣 你能干所有的坏事都干了 但中国怎么样 中国就像一个好学生 班里有捣乱的 甚至班长出来打压 欺负 中国人就靠着自己的完善的配套体系 靠着巨大的市场规模 靠着人民有文化有理想守纪律 靠着合作共赢的人类文明共同体的理念 靠着与人为善的理念 靠着平等待人的理念 慢慢做呀 发定联案上去了 复工复产情况越来越好 补平短板 加快形成配套 形成核心竞争力 形成自己的产业链 无偏不拘 人才培训 有时间 现在 单位没事干 没事干 我们培训 我们提升这个质量 我们扩大这个 我们扩大这个开放 中国在美国这么打压的情况之下 很多人包括世界上一些人想不明白 说美国这么打压你们 一般的反应是把国门关上 我不跟你玩了 中国是进一步改革开放 坚持走改革开放之路 最近有个调查 我看是王文他们的这个人大的重阳学院 他们写了长文章来论述说 美国人自己搞的调查 94%的中国人对中国政府是满意的 94% 中国人对中国政府的做法是满意的 疫情以来中国政府得分率更高了 这个调查是美国人做的 我看美国的媒体现在一看这事对自己不利 于是他们出来又造谣 造谣说这家美国媒体是亲中的 他们造谣 他们这个说法是不泡谱的 中国人只引用对中国人有利的事实 总而言之 现在美国一些政客死活就看不得中国好 但是特朗普先生 我之所以支持他连任 就是因为这老头有特别可爱的地方 最新的消息是有人问 有人问说美国疫情很严重 如果中国率先搞出来疫苗 那你要不要跟中国合作 你知道特朗普先生怎么说 老头说我们愿意与任何人合作 如果美国率先研制出疫苗来 美国愿意跟中国合作 这老头当然他就死不改口 即便说这话的时候 他嘴上也还是说中国病毒 你看起来你要他改是很难的 但是他懂得理性 华盛顿观察家报说了 特朗普讲了愿意和任何人合作 如果中国研究出疫苗来的话 他想与中国人合作 那记者直接提问 说昨天中国一家公司 说的就是军科的成为团队那家公司 说在疫苗选取方面有些希望的成果 中国如果第一次搞 第一个搞出来 你愿意不愿意 愿意不愿意 中国疫苗到美国 老头马上回答说 我愿意 我愿意任何能够给我们带来好结果的人合作 美国人在疫苗的问题上 一会儿说 我马上就出来了 一会儿又说 欧洲搞出来之后 我把它全买了 我买了 我都买了 买的英国人很挠头 买的德国人很恼火 凭什么你有钱就全买了 第一批货你拿了 剩下你全拿了 那是欧洲人 欧洲人 欧洲人跟中国人不一样 欧洲是你的盟友 但是美国人在这些问题上这么做 这是符合他们的逻辑的 对不对 抢劫 这有什么不合适 祖上我们就是这样子 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知道 跟日本人抢口罩 对不对 跟欧洲人抢口罩 抢这个防护衣 这都是美国人干过的 所以我相信 特朗普先生说 如果中国研究出来 那特朗普先生跟中国人做生意 特朗普先生最著名的那本书叫 交易的艺术 他一直自称称为伟大的交易者 现在美国对中国采取全面打压的战术 在所有的方面无所不用其极 但是他还敦促中国旅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他还要买中国的疫苗 也就是说他一边拿刀子捅你 一边骂着你 一边往你身上抹黑 同时呢 从你身上呢 往外输血 当中国外交部表示说 要制裁 洛奇德马丁公司的时候 那个胖佩奥先生站出来 说 希望他们能够收回这个成名 我们凭什么要收回成名 对不对 你承认三个联合公报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但是你将台湾出售武器 又通过一个一个法律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中国制裁洛奇德马丁公司 这有什么不合适啊 难道不该制裁吗 所以美国人呢 他永远没学会一个东西 那就叫做平等待人 对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 这样一个十四人 十四亿人的这样一个国家 缺少必要的尊重 中国人则是为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忍气吞声 该忍的都忍了 但是实在忍无可忍的时候 那就叫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 在心理学研究上呢 有这么一个成果 很值得重视 这个成果是什么呢 那就是有一种人呢 在复杂的人际关系当中 他最后走的路最远 成功概率最高 这种人的人生哲学是这样 无论你是什么人 我刚开始都把你当君子 我先把你当君子 当你变成小人的时候 实践证明 证据证明 你是小人 你是歹人 甚至恶人 坏人 那好 我终止与你的合作 可是当你有进步 你改正你痛改前非的时候 我还给你机会 有的人会说 这不傻吗 是的 这就是那种呢 憨厚朴实 最后赢得最好的结果 因为情况也是复杂的 这样做的结果 是使你的善意为更多的人所理解 中国今天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之下 我们在世界上就是坚持这样的办法 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 但当你表现出一个具体的建设性的意见的时候 我们接过来 用今天的我们的表述就叫做 要打便打 要谈就谈 谈谈打打 思维为常态 要谈 那咱们就做起来好好谈 你要说打 那就打 毛主席曾经说过 我看 我们不要做决定 要由Ice How We 他们去做决定 当你不能改变这个现实的时候 你只有接受它 但是我们不是你来顺受 我们积极争取主动创造条件 美国叫总统化人了 两个老头要竞选总统 两个老头加起来 150多岁 快160岁了 说到开头的话题 我为什么最佩服这老头啊 比我们大这么多 我们活头里这种老头早就退休很多年了 接到开会 是他们唯一的正经事 人家两个美国老头 七老八十了 人家还在竞争老大 所以在这方面 我们要不要向美国学习啊 我看是可以考虑学习一点 与我有用的东西 对不对 我年轻的时候 我们当时有个词 叫做老中青三结合 老中青三结合 这样很可能会有老的有经验 年轻的学习培养 中间年富力强 那好 既有老的经验 又有年轻人的精力充沛 我们一块把中国的事情办好 司马南频道 今天就说到这儿 再见